它仅用一条Type-C线就可以连接我的显示器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双2.5G迷离主机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英特尔低功耗CPU N100的极小双网口迷离主机 天背N1 Pro N100是我们测试最多的N系列低功耗产品 24EU的核显6W TDP 照例给大家奉上全部32台N系列低功耗小组机的一栏表 包含主要接口、功耗、性能等指标 在这些小组机中只有4台是非常特别的 它们只有接近0.3升的体积 却提供了完整的低功耗小组机的体验 分别是GMK G2 N100 天背N1 Pro N100 火影T8 Plus N100 还有吉摩克G5 N97 而最新的这台天背N1 Pro 特别之处是支持了双2.5G网卡 与别家的千兆网卡不一样 考虑到在极小的机身内 要处理2.5G网卡远比千兆更大的功耗和发热 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这类极小的Tiny PC 大家觉得需不需要双2.5G网卡呢? 天背N1 Pro小组机 它装置了N100低功耗CPU 适合四线程 24EU的Intel UHD核显 12G版载LPDDR5内存 支持M.2 PCIe X2或者SATA SSD 三屏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加WiFi 5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块小电源是12V3A 最高36W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塑料机身 顶部做了倒角 还挺好看的 实在是太小了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右侧面板 HDMI 2.0接口 DP 1.4接口 全功能Type-C接口 后面板 12V电源接口 双Intel I226-V2.5G网口 耳麦接口 左侧面板 3USB 3.1A口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机身麦克风 底部 后部 双侧 都有较小的通风口 取下4颗底部螺丝 小心打开底盖 底盖和后部外壳 是连在一起的 内存是板在的 这里可以接入2242的M.2SATA 或者PCIe X2的NVMe SSD SSD下面这里是已经装好的WiFi5无线网卡 装上一块2242的M.2SATA SSD BIOS里我们能看到板载12GB的DDR54800MHz内存 SATA SSD是Enabled 这里可以选择性能释放 我们测试使用的是性能模式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一条直线稳定在15W 整机功耗20W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2.9GHz 我们一直单考了一小时08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15W 时温18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73度 SSD温度最高40度 这散热不错啊 CPU-Z多线程1274.4 单线程371.3 稍微落后了点 Gagbench 5多核2711 单核957 比另一台极小迷离主机T8PLUS稍强一点 Gagbench 6多核3087 单核1194 仍然比T8PLUS稍强 Citybench R23多核2763 单核882 这回是比G模克G2强了一些 Citybench 2024多核179 单核57 稍低于T8PLUS PASMARK多线程6065 单线程2068 跑到6000分了 非常不错的成绩 在N100里也算中上游了 综合上面的比较 天背N1PRO 多核成绩超过了N100的平均水平 考虑到它的体积 还算不错的成绩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387057 CPU得分 168841 我们还给N100运行了OpenW测试 AES 509136 XX20 291070 Chromemark 97474 Chromemark 很可惜没过10万分 最接近T8PLUS 比G模克 G2强一点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60Hz 8位RGB的显示信号 DP和Type-C 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 4K144 8位RGB显示信号 我们显示器 DP接口可以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Type-C和DP接口能够输出 4K160Hz 8位RGB显示信号 连接锁力电视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60Hz 8位RGB显示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 Intel 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硬解 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流畅播放 谁说N100播放视频不行的 我用非流影视 播放4K80兆马率的 蓝光RAMOX文件 流畅得很 硬盘测试 M.2 SATA SSD 接近500兆笔每秒 这就是SATA SSD的速度 Wi-Fi测试 Realtake 8821-C1 Wi-Fi5无线网卡 接近3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较差的水平 但又是Wi-Fi5表现不错的水平 上次T8 Plus只跑了220兆BPS 2.5G网卡 我们使用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5G 跑满了带宽 这些2.35G网卡没有兼用性问题 这台天背N1 Pro小主机 装置了低功耗N100 CPU 4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24W 待机最高功耗才6.9W 按这个结果 36W的电源能够搞定 室温18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1度 SSD待机温度40度 CPU测试满载的噪声 接近45分贝 收回在耳边38分贝 非常安静 天背N1 Pro小主机 15W的功耗释放 考虑到它的体积 性能算不错 静音 散热也非常优秀 单烤FPU最高温度只有73度 满载测试时只有38分贝 机身小巧 双2.5G网口 还有三个不同的显示输出接口 重点来了 全功能Type-C接口 可以和Type-C能输出电力的显示器 搞个一线通连接 这可比内置电源啥的更方便了 这种Ti-Li小主机 一定要支持显示器Type-C一线通啊 带12G板载内存的准系统 低于800元 这个价格不能说贵吧 缺点吗 又有双2.5G网口 又有全功能Type-C接口 还这么秀真 能有啥缺点 都是可以适应的 好吧 WiFi5算一个 总结一下 天背N1 Pro 出厂15W的性能释放 性能不错 散热和静音非常优秀 接口方面超优秀 它只有0.3升的体积 是一台极小的迷离电脑 搭配双2.5G网口 全功能Type-C接口 已经做到同类无敌了 这台真正优秀的 掌重宝口袋迷离PC 值得我们给出 强烈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我们下期见